沙田凌晨有货柜车和货车相撞,两人受伤 凌晨12点多,涉事的两架车分别由大布公道沙田段 往尖山隧道方向行驶 去到近山城市广场对开的时候 其中后面的货车怀疑失控 中向前面的货柜车,货车车头严重损毁 男司机和女乘客被困在车里面 又到场消防员救出 两人清醒送卷,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